不行 我不同意 除了天豪 我谁都不嫁 你死大丫头 你反着说 阿姨 我早就说过 柳如烟怎么选择 任何人都能插手 柳如烟是我的女 谁都不能阻止我娶她 是吗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那怎么娶我这个 这事不用你担心 你还是担心担心 丁山河那个老家伙什么时候死吧 你妈妈算什么东西 我说的是事实而已 据我所知 丁山河在医院都快咯屁了吧 你个孙子不会不知道 我弄死你 好小子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可不是谁的拳头硬 谁都厉害了 你等 我现在就给封你一张打给他 告诉他们 你偷入订单的事情 哼 你真当成凡是傻子 会被别人骗走订单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哼 你不就是柳家庄的女婿 我也能够费我 还真是不找迹象 对 你就说是不懂吗 你想想想想想想应该 我做得挺好的 你不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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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Well 你能够费你 你不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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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几斤几两了 乌爷 我真不明白 这个狂妄刺的 满足缓乱的废物 你怎么这么喜欢他呀 营火起之浩月才 一帮经济之王 你懂不 你先走 看他们你们出场 喂 二号员不好吗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 四根菜 公里皮肠的 应该的一片子肉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十八番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好 我知道了 丁少爷 发生什么事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 关子不凡 解除了和不定的 啊 这 喂 爸 怎么了 阿财 我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 没事啊 阿财你就不要瞒着我 我们家好几个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突然都和我们要断绝合作关系 还有 有两艘货轮被海关扣了 上面有价值五十亿的货 要是没有办法按期交货的话 按违约算 我们要双倍赔付 咱们丁家可能就要破产了 爸 你先别急 等我调查清楚 再给你打电话 我吓你做什么 你快点告诉我 我们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爸 我再就去调查清楚 你放心 你 你到底是谁 知道我是谁又有什么用 原本我想让你们丁家多活两天 可是你非要咨询死路 那就怪不了我了 是你 终于想起我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们丁家 因为 这是你们丁家欠 当初你们丁家害得我家破人亡 如今我回来 就是要亲手向你们复仇 是你 你像许 你就是许家欲孽 这一巴掌 是打你对我的大不击 这一巴掌 打得是你对如烟同毛不轨 怎么了 啊你好像很胖呀 求你饶我吧 求我是吧 跪下 这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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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要 废 滚 哦对了 你回去跟丁山河说一声 我可以给你们丁家一周时间 你们使用任何手段我都接着 记住 只有一周 是吧 是吧 二伯 这是我和丁家的恩怨 不会牵连到柳家的 那就好了 那 我和如烟的婚事 我没意见 我尊重如烟的决定 天豪 太好了 我们可以送你一张鲜花了 好的老婆 爷爷 我敢确定 他就是许家云念 他来找咱们复仇来了 你真是幻想的 我丁山河还没死 丁家也还在 你慌什么 就算是 颠倒下来 你还有我丁家河顶着 我丁家的 你是不是想说 那个家伙 连风景集团都可以随意控制 我们丁家不是他的对手 对吧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家伙 这些人到底积攒了多大的能量 哪怕他现在变成了过江大龙 想要灭了我们丁家 做梦 拿电话给我 拿着这个电话号码 去找一个叫黄达的人 他欠我们丁家一条命 找到他后告诉他 现在我们丁家有纳 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对吧 梦先生 医生请多指教咯 梦小姐 往后应付复兴 坐嘴 你好 干什么的 没事 可能这天休息不好 出去换酒吧 你今天晚上就得好好休息